翠花 忙着呢 哎 姐夫 快坐快坐 哎呀 那什么 你家的房子 我也盖完了 当初说好的是一天两百 我盖了十天 你把钱给我结一下 哎 姐夫 你说咱们都是一家人 就当帮忙了呗 什么一家人 我都跟你姐离婚了 咱们俩点多算熟人 姐夫 虽然你跟我姐离婚了 但您在我心中 你永远是我姐夫呀 我非常尊敬您的 你别热烈 剃冷屁股了 我不吃你这一套 你赶紧把钱给我结了 我还要去下一家干活去呢 哎 我说你这人 掉全眼里了吧 要那些钱干啥呀 我不得再娶个媳妇嘛 现在的财力多贵呀 我今天走的时候 没给你留个钱吗 留个屁全都卷跑了 电饭锅都没给我剩 哈哈哈哈 这可真实 哎 对了 我想起来个事 隔壁村老张姐那姑娘 三十好几个 还没找到个对象呢 正四处突然问 要不 我给你问问 哎呦 那个姑娘我知道 人家肯定看不上我呀 为啥呀 我离过空呀 哎呦 没事的 有我呢 哎 她家不在乎这个 再说了 你人这么好 还有手艺 他们高兴还来不及呢 唉呦 这行嘛 怎么不行呀姐夫 要不我明天去她家说说 然后我们选个好日子 把这事就定了 那行 那这事就拜托你了 哎 你到他们家更前 这可一定要多说说我的好话 我的后半生幸福啊 就靠你了 放心吧姐夫 嗯 那你看这 钱这事 谈什么钱 那两千块钱我就不要了 你帮了我这么大的忙 我感谢你都来不及呢 客气了客气了 那那翠花 那我就在家等你的信 我先回去了 好 唉姐夫姐夫 我门口有堆柴 你记得帮我劈一下呗 行 这都是小事 我我我我马上就劈 好